她是上个世纪西方女演员里少有的清冷美人 她顶着那张不苟言笑的脸和疏离的眼神 诠释了一个又一个非常出彩的角色 在她从影的52个年头里 除了奥斯卡奖以外 拿遍了欧洲所有主流电影节的最佳女主角 她就是影坛长青树 现年已满70岁 还活跃于影坛的伊莎贝尔·余佩尔 而今天要讲的是 她在1991年出演的《包法利夫人》 这部改编自居斯塔夫·弗拜 同名长天小说的电影 在《百年营史》里 有过12次被搬上大小荧幕 而余佩尔主演的版本 被评价为最终时余原著的版本 导演用丰富饱满的电影语言 再现了小说的精髓部分 余佩尔也用生动的表演 将女主复杂的内心世界 诠释得淋漓尽致 当然作为一部提名了奥斯卡 最佳服装设计奖的电影 影片里好看的戏服 也为角色的定位和电影的美学 以及推动剧情的发展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小说《包法利夫人》 刻画了1848年法国时期的社会风貌 所以电影戏服的设计 充满了浪漫主义时期的风格 自1830年以后 西方女性的服装 从地震风格转向为视觉 更强调宽肩窄腰和风臀的浪漫主义风格 女性的衣服尤其是晚礼服 往往会露出光滑的肩膀 领口会开到很低 袖子是蓬松的短袖 会搭配精美的手套出镜 余佩尔饰演的女主爱玛 第一次出现在上流舞会的时候 就穿了一条非常奢华的绿色裙子 其款式的设计 非常符合浪漫主义时期的晚礼服 胸前和裙摆装饰的立体花朵 和头上的头饰相互呼应 整个着装很温婉 又不失隆重感 也就是从这场舞会和这条裙子开始 爱玛的内心世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她第二次出席很隆重的场合 是在一场音乐会上 这时候的她 比起第一次应对这样的场合更轻车熟路 所以设计师提供的戏服 是一条搭配了皮草屁薄的黑色碗里裙 头发也不似第一次温婉的杂法 而是高高盘起 看上去像高贵女王一样 把她平庸老师的丈夫 衬托得根是从一般 这样低龄短袖的碗里服 还包括这条红色的裙子 进餐的时候随裙子出镜的 还有一双黑丝漏织手套 爱玛还梳了一个 19世纪早期非常盛行的发型 脸角上垂着精致的筒形卷发 其余的头发编成发变以后 在头顶高高盘起 很显贵族的淑女气质 影片里被影迷们评价为 最好看的戏服 是这条黑色的低领裙子 也是爱玛为了匹配上 身为庄园主的情夫 债台高筑购买的裙子 全黑色的连衣裙 除了亮瞎眼的红宝石项链和耳环 没有过多的装饰 但却能一眼看出气奢华感 头上雪纺质地的帽子 也提升了着装的层次感 当爱玛奔跑在乡野田间的时候 这一抹黑裙无比的惊艳 同样是低领长袖设计的裙子 还包括这条墨绿色的连衣裙 外出的时候 这条绿色裙子 搭配了一件天鹅绒质地的黑色斗泡 天鹅绒自然呈现的光泽 与裙子的高光相呼应 很能衬托演员清冷高贵的气质 天鹅绒搭配高光泽度面料制作的戏服 还有这条酒红色半裙 搭配小西装的套装 西装的内搭 是白色花边衬衣和金色马甲 是影片里 与其他戏服完全不同风格的服饰 但体现了艾玛挥霍无度的消费观 艾玛还有两套配色非常艳丽的陈礼服 浪漫主义时期的陈礼服 区别于晚礼服 不会露肩 并且采用长袖设计 第一条陈礼服是明亮的黄色 是她与第一任情人 去看望女儿时穿着的衣服 小微领设计的裙子 搭配了精致的白色绣花边 还有一件质地非常柔软的小披薄 头上的阔边女帽 是1840年以后非常流行的帽子 形状类似美斗 帽檐上会有繁复的花卉或布料装饰 两侧长长的飘带 会在下巴下面打成蝴蝶结 很显精致俏皮又能遮阳 因为遮阳这个功能 我一度认为 艾玛打着的那把小花伞很显多余 毕竟那把伞 已经迷你到不具备遮阳的功能 这样类似的装备 艾玛与第二任情人约会时 也穿了一套 只是裙子是有着小碎花的橙色陈礼服 从配饰到格纹的连衣裙 跟黄色陈礼服的搭配和设计 有着一曲同工之处 艳丽的配色 也反映了艾玛见到情人时 欢愉雀跃的心情 小V领设计的陈礼服 艾玛还有一条红色竖条纹的 袖子的领口装点了白色的花边 小巧的披驳 拼接了灵动的流苏 把这条华而不实的陈礼服 衬托得更优雅 当然艾玛好看的陈礼服 并不都是小V领的设计 她这条金色印花的陈礼服 就采用了小高领的领口 裙子的门禁也不是中分 外出的时候 还搭配了一顶非常前卫的流苏元帽 和同色系的长斗篷 也是艾玛债台高筑购买的奢华装备 此外 艾玛与包法利一生结婚时 穿着的白色礼裙 也是一条非常好看的裙子 小圆领设计的连衣裙 拼接了精致的蕾丝边 头顶没有装点头纱 而是佩戴了一顶白色的小花帽 这时候的艾玛出城不染 向往着婚后的美好生活 这条白色的婚裙 展现了艾玛天真无邪的状态 而电影包法利夫人里 位于佩尔打造的戏服还有很多 感兴趣的 可以去看一下这部影片 领略一下19世纪四五十年代 西方女性流行的浪漫服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